- 中完童的試煉關卡 - 中完童的試煉關卡 - 試煉關卡只有九密沒有金脈 - 所以對戰的結果可能不太精準 - 但大概也可以推測出未來配對的強度 - 但大概也可以推測出未來配對的強度 - OK 那咱們直接看對戰影片吧 - 第一場是搭配北俠隊的組合 - 不管複製到誰的技能都是不錯的 - 複製北俠可以提供二次輸出的能力 - 複製博通可以提供二次輸出的能力 - 複製頂天也可以提供嘲諷的功能 - 唯獨複製幫主的話算是比較淒涼的結果 - 因為博通是掌氣沒有速度優勢 - 所以複製幫主技能也不能搶先手石化跟點上 - 而且如果把頂天換成小龍女的話 - 就算後出手也能賭機率全體扣怒 - 算是也是非常不錯的搭配 - 打出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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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紅塾 - "; 转要库门术 天下无狗 轮剑法 飞龙御天 飞龙御天 红族夜参 大族天宠 冰准 红族夜参 戒指御天 天下无狗 飞龙御天 飞龙御天 我要库门术 飞龙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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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場發現了一件我之前忽略的重要屬性 就是國通的似火技能天生控制加50% 所以只要複製到機率性的技能都可以提升控制機率 這場剛好複製到了北俠的飛龍玉天 結果這場飛龍玉天的石化機率有夠高 那依照控制加50%這樣來看的話 複製到小龍女技能的時候 就算沒有密集效果可以提升至100%機率扣怒 但算上國通本身控制50%的加成 這樣複製龍女的時候扣怒機率也是100% 所以這樣看起來伯通真的好像還不錯用 劇場算上國通什麼也有 然後密集個靈向我 而且死在了第一種 它是死在就不一定的 對手啊 啊 不然死在了 我真是死在了 不然死在了 我沒想到死在了 我沒想到死去 那趁勞 我一定要死去 我一趁勞 那趁勞 我一直在死掉 老鼓 第三場是搭配外傷體系的影片 不得不說普通真的不愧是外傷系的俠客 放在外傷裡不管不知道誰都挺暴力的 而且這樣相當於他一回合會有兩次技能輸出 只要不是複製到補血技能的情況下 他的輸出能力基本上都會比真陽龍還要高 而且這個是陸服版本的試練關卡 如果完同登陸台服之後 輸出能力的期望值只會更高 不會低 輸出! 他人消魂長 鼓掌缺後手 敏番 第五助精箭法 輸出! 第四場 一樣是搭配外傷系的影片 這場單純只是想表達搭配外傷真的有夠猛 估計台服外傷又要天原大將啦 一段分 避免術軍劍法 暗神銷魂場 第五場是搭配毒隊的影片 普通加入毒隊的感覺就普通而已 未來毒隊有吸毒跟真兆敏的情況下 這兩隻絕對才是毒隊的核心 複製吸毒能增加輸出跟中毒的神數 複製造敏能增加輸出的傷害但不能毒爆 複製白損能多一次封血的機率 複製惡老能增加中毒的神數 不過未來如果不打算放惡老跟白損的話 估計那兩個位置選擇就會非常多變 以現在的毒隊來說基本上應該會是絕遠跟真招 複製真招能增加毒隊最需要的補血生存能力 複製絕遠的話其實也不錯 因為絕遠的盾是看攻擊力賦予的厚度 完程的攻擊速度能力不錯 所以給的盾應該也有一定的厚度 不過有一說一 模通個人感覺加入毒隊效益普通而已 但除非有更好的選擇 不然其實按照陣容的強度來看還是不錯的 82點起來 護勁了 令下打 驚診鎬集 Instagram 解冒倚 解冑葉零 解冒刃 解冒獵 灭灵 玄灵神掌 狐狸剑法 精心奉劫 玄灵神掌 第六場一樣是加入獨隊的影片 這場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單純就是外傷、北俠都各有兩場 那獨隊乾脆以來兩場好了 反正獨隊未來的核心絕對是吸毒和郡主 狐狀法 緊張縱結 信心靜 配衣絕夫手 冰灵 紅族夜奔 玄灵神掌 精心奉劫 德雷劍法 不照顧他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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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以上這些就是終丸彤的失戀影片 可惜系統沒有給主角隊嘗試玩玩看 不然我感覺丸彤應該也蠻適合主角流的 不管不知道誰的技能都可以恢復主角能量 想想感覺就相當不錯 那你覺得北俠外傷獨隊 这三种队伍里面 博通最适合加入哪种队伍呢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你的想法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